謝玲彤和岑建勳所生的28歲大女岑玲彤 在8月12日被指情緒激動 反鎖家中企圖跳樓 消防和警方接報到場處理 擾讓4小時後送了她去醫院接受檢查 雖然謝玲彤和岑建勳都分別為愛女澄清 只報到有誤 不過大家仍然很關心岑玲彤目前的狀況 事隔一日 岑玲彤就在社交平台的限時動態上載一張照片報平安 亦都主動留言回覆我們 說自己最近工作很忙 沒什麼時間睡覺 又出了診和發燒 不過這幾天因為不用開工 所以就喝了很多酒 由於喝醉酒時跟朋友說電話很大聲 可能這樣就嚇到家庸 結果走去報警 岑玲彤又說當自己想睡覺休息的時候 然後警方就到了 因為發現自己有發燒症狀 所以就建議去醫院接受檢查 就是這樣而發生了爭執 不過岑玲彤就強調 沒有遲到和談判專家對事 又說自己最終都有乖乖地配合 去了醫院做檢查 岑玲彤透露現在已經退燒了 不過還要留在醫院旁邊 也接受了新冠肺炎檢查等報告 如果沒事就可以立即離開 他又說由於隔離 所以媽媽謝玲都不可以進來探自己 最後岑玲彤又叫我們幫忙澄清 說自己不空有情緒病也沒有企跳 還說當日那麼多人在樓下拍照 如果有這些動作都會拍到 還說現在擔心公司 以為自己工作壓力很大 在紐約修讀電影課程的岑玲彤 畢業後就去了台灣參與幕前和幕後工作 其後回港以自由新演出多個劇集和廣告 不過由於不享受幕前演出 而專攻幕後工作 現在跟隨杜奇峰做副導演